受冠冰疫情冲击的生意锐减 一些小贩中心同民间团体合作出新招自救 他们有的售卖餐券来增加收入 也有的准备推出预付送餐计划 同时帮助有需要的公众 记得吴良祥报道 眼看牛车水大厦小贩中心门可罗雀 三名好友昨天在网上号召时刻 以30元购买预购餐券 让生意较差的50个摊位 在疫情下继续有收入 我们推出第一天已经有差不多1万块了 如果这个项目成功的话 我们可能会推广去其他的受影响的小贩中心 很好可以帮忙到我们牛车水的一些摊放 尤其是那些没有生意的 该跌了差不多6到70%的生意 在疫情期间 有员工被迫在家五薪休假 有的低收入家庭甚至丢失了唯一的经济来源 为了帮助这群有需要人士 由小贩中心在自救的当儿 也同时为这群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餐食 到洪山巷第八宿座小贩中心光顾的消费者 日后到参与计划的30个熟食摊购买食物时 可预先支付一笔钱 让有需要的人士领取免费食物 比方说鸡饭哪一包是三块钱来讲 他可以向那个汤位订了五份 他只是拿回一份 他四份留在那个汤位 要吃这个鸡饭的 他可以贴一张纸来向他拿一份那个鸡饭 可以帮助到我老板是很好啦 变成我有工作 有工作可以做啦 据了解 利用民间组织正为文理方巴刹鱼美食村 筹划推出消费券 确保摊贩可以继续有生意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相报道